将近600万了 花这么多钱到美国 这里工作没找到 现在改卖包子 就是为了劳头改造吗 今天看了一个网友给我留言 他说你好 我和老公都是经常看你的视频 我可给我安排的亲属移民下个月面签 排了18年07年交的资料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选择 想放弃了 在深圳老公做点小生意 有房有车 儿子明年高考 我半退休状态 每天喝茶健身 虽然不算有钱 生活过得悠闲 敦敦妈给个建议 这种情况 我的建议就是 当然按计划进行了 好歹你都等了18年了 这种亲属仪式 不怎么需要花钱的 就可以合法到美国 纠纱最后一步面签 为什么要放弃呢 那肯定是要面的呀 不然18年不就白等了 面签过了 可以到美国转一圈 看看真实的美国 跟我说的是不是一样的 然后你再做对比 自己在深圳 有房有车 半退休的生活 到时候不管你是留还是不留 心里也就有数了 这就是我最真实的想法 大家如果有什么不同的建议 可以再评论去留言 但我觉得很多人刚到美国 是会有一点新鲜感的 会觉得留下也不错 但这个新鲜感一过 一些生活的不易 还有从零开始的艰辛 再加上他在国内的生活 也是很不错的 所以大概率还是会选择回国 说实话 现在到美国 已经不是什么好机会了 很多最近一两年到美国的人 可以说有的还混得不如他在国内的时候 有的呢也就是跟国内差不多吧 算是平移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如果只是平移 那肯定就是亏本的嘛 所以一定要在做出决定之前考虑清楚 实话实说 18年前的美国 钱还是比较好赚的 你哥想让你跟他一起到美国享福 这太正常了 可经过了这18年 美国还是原来那个美国毫无改变 而且他的很多基础设施越来越破旧了 就例如美国街道 很多都现在已经破破烂烂的 地铁也是光当光当的很破旧 很有年代感 而国内呢 不说跟18年前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就这七八年的变化都可以说很大了 日常的生活还有出行啊 都是非常的便利 而这位给我留言的网友 在国内深圳算得上是妥妥的条件不错的家庭了 而且还说是半躺平状态 每天喝茶 那你在国内可以说就是享受生活的呀 但是你如果到了美国 如果你英文不好 学历不够硬 不管你是国内已经混到什么层次的人 想赚钱在美国 你就要从底层做起 为了生活 大概率是躺平不了的 哪怕你说你把深圳的房子卖掉 在美国买个普通的房子 那每年也要交大几万 甚至一万多美元的房产税 还有几千美元的那个房屋保险 所以你不工作肯定不行 在美国生活的所有普通家庭 生活开销都是很大的 都是不可以躺平的 很多中国人通过亲属移到美国 其实到美国也是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我有个远房亲戚就是这样 按辈分我应该叫是大姨吧 因为她是嫁给了美国的白人 入籍后她就把她的妹妹 我应该叫小姨 也是移到了美国 二十年前的事了 小姨呢就在美国的那些酒店里搞卫生 为了养家还做兼职 她的女儿每天放了学也做兼职 就是去给那些老外的孩子教中文 这样赚钱补贴家用 家人过得挺辛苦的 但是跟他们二十年前 在我们老家的时候 那日子算是好很多 这种十几年二十几年前的老移民 我觉得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最近我还刷到一个博主 我就非常的不理解 也是刚一到美国 一家人都是北京的 在北京生活的好好的 工作呀什么的都还算可以 突然间就把北京的房子一卖 凑了八十个美刀 投资仪到了美国 这也到了美国好几年了 这里工作没找到 男的呢就开过Uber 说一天到晚很辛苦 赚不到钱 然后就不开了 现在改卖包子 就是在那个华人群里面接龙 今天你要几个 明天我要几个这样子 两口的在美国就靠卖包子生活 可赚的钱还不够一家三口 每个月最基本的开销 他说他们一家都是在吃老本 然后没办法 他老婆又打算去美甲店打工 按我说吧 这种仪就太不划算了 八十个美刀将近六百万了 这在国内存起来 你吃个利息也能躺平了吧 花这么多钱 到美国就是为了劳头改造吗 究竟咋想的 请愿者一代 请不吝点赞说 请不吝点赞说